第二九题下列何者可以用来表示最大近摩擦力F和接触面所受正向力N的关系图 我们晓得最大近摩擦力会跟正向力成正比 所以图形上是一条斜直线 而我们如果没有正向力就不会有所谓的最大近摩擦力 也就是说图形要能够过远点 因此第二九题问我们说下列何者可以用来表示最大近摩擦力F和接触面所受正向力N的关系图 我们答案选的是A